安装一台完整的无人机需要准备以下配件 机架、喷洒系统、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电源系统和一些必备工具 配件焊接 组织飞机前需将动力、KanHub拓展模块、PMU电源管理模块、水泵以及FTV摄像头插头进行焊接 下面以动力焊接为例展示焊接 首先将动力线束套入蛇皮网管内 网管两头套入热松管并使用热风箱固定 接着将插头布套套入线束 使用焊接杂菌固定插头 使用焊台、焊锡、方母头与线束固定在一起 注意区分红正黑负 按照这个方法可将其余插头焊接完成 安装机身 第一步拆开机架包装箱 第二步拆下机身盖 拆下非控板 再将机身翻转 拆下分电板盖板 第三步 安装IS150U电源线及固定座 将电源线固定在机身上 注意区分正负极 第四步 安装电源线固定套做组件 电源插座管较四个螺丝 最后 次元分电板盖板 安装脚架 第一步 将电源线固定座套入脚架斜撑上 并插入机身尾部的脚架固定座内 拧紧脚架固定座 以及电源插座管较处的螺丝 以此方法安装好戏与脚架斜撑 第二步 将两个脚架红杆螺丝面朝外 插入脚架斜撑底部 并拧紧螺丝 安装机壁自动里 第一步 将机壁探管套入一型绝点线中 并使用螺丝固定 第二步 将机壁管达安装在机壁折叠处 并套入机壁锁紧 第三步 使用X8控制套装 将电源线及信号线 倉过机壁 机壁折叠键进入机身 稍微固定下动力 避免脱落 第四步 将机壁安装在机身上 首先区分机身各孔位 及动力型号 摄像头所在位置为机头 从左到右 依次为M1至M6 在M2、M4、M6位置 按当CW动力 M1、M3、M5位置 按当CCW动力 第五步 按当机壁 需注意机壁折叠线螺丝朝上 卸下机身锁紧帽 并套入机壁 再插入机身 确保机壁定位孔 与机身定位孔对齐 并抵达线位孔 固定插头 拧紧机身锁紧帽及螺丝 依次类推 安装其余机壁 再将机身翻转 固定反面机身螺丝 第六步 在M1、M2、M3、M6机壁 与机壁折叠件上 安装异形及圆形水管管架 安装药箱 第一步 将药箱配件组装完毕 第二步 将绿网 以及药箱底盖 引入药箱底部出水口 第三步 药口桃上 安装在脚枪鞋上 确保药箱尾部与机尾同方向 第四步 在机身前方的两个脚架鞋冲上 安装水管管架 安装坑洒 第一步 在药箱底部中间位置 安装水泵 第二步 使用水管连接水泵进水口 使用热风枪将水管软化 可快速连接进水口 另一段 与L型窗风相连 若水管过长 可有剪刀剪短 在使用水管通过流量计 将药箱底部出水口 与水泵进水口相连 第三步 使用水管 将水泵出水口与L型双通 T型双通相连 并使用水管连接T型双通两端 分别再连接T型双通 固定于脚架鞋身上的水管管达中 若需要安装雷达 需更改水泵安装位置 安装于药箱底部 水路布局与前面一致 水路布局完成后 将水泵电源线穿过机身 放入机身分电板中 第四步 安装X8喷头配件 再放置于M1 M2 M3 M6GB电机底部 并固定螺丝 第五步 使用水管 将T型双通与四个长端喷头 气动头相连 安装雷达 第一步 安装雷达配件 组装仿地雷达配件 再组装前后臂杖雷达配件 第二步 在水泵上方安装仿地雷达 水泵下方安装后臂杖雷达 最后 再跳向前方 安装前臂杖雷达 这样 雷达就安装完毕了 安装飞控 第一步 将飞控板 放置在机身上 使用3M胶 将主控固定在飞控板中间 注意 箭头位置朝向机头 将M1至M6位置对应的电机信号线 依次插入主控M1至M6桶 第二步 固定PMU电源管理单元 将插头插入风电板 信号线插入主控POWER扣 第三步 固定接收机 以及KAN HUB特展模块 将插头插入风电板 另一端插入非控KAN E孔 第四步 将LED灯插头 插入主控LED孔 再使用3M胶 将LED灯固定在机尾中照住 第五步 在M1机器上安装GPS 再将GPS线束插入主控GPS桶 第六步 安装摄像头 将安装好的配件固定在机头位置 并将电源线束插入风电板 信号线插入接收机摄像头素传口 第七步 将之前安装的流量机信号线插入主控K1孔 第八步 将接收机信号线6T插头插入接收器素传口 并将SBUB线插入主控RC孔 将四环插头插入link孔 第九步 固定RTK模块 将RTK信号线5P插头插入RTKFC孔 RT插头插入主控EXCE孔 电源线插入KANHUB12孔 并将之前安装好的雷达信号线 通过机身插入KANHUB拓展模块中 第十步 在M3及M6GB上安装RTK组件 并拧紧螺丝 6个动力都需要调平 防止飞行时发生事物 第二步 用飞机带入户外 对飞机进行通管路测试 使用外用表进行测试 没有风鸣声音 说明电源插头可正常使用 接着 卸下药箱上的电池板 并使用风带固定电池 双回药箱后测量电池电压为50.5度 后期记录在遥控器变压校准中 第三步 打开遥控器用通电 打开H12助手 点击高级选项 输入密码 选择遥控调宽 通道1至通道5为基础通道 不可调试 通道6至通道9可自定义设置 这里我们将通道6设置为F挡位锅杆 通道7设置为A按钮 通道8设置为B按钮 通道9设置为H挡位锅轮并保存 第四步 打开非常广的APP 速册账号 如有账号可直接输入密码登录 连接设备后执行作业 点击右上角菜单 选择遥控器校准 并行上下左右拨杆校准 确认各摇杆可正常使用 接着进行通道设置 可自定义选择通道动作 这里我们将通道6设置为管行 通道7设置为水泵控制 通道8设置为坐机控制 通道9设置为AP点设置 点击保存 摇杆模式选择为美国手 最后保存设置 第五步点击参数设置 进行磁罗盘校准 观察LED灯状态 将飞机抬起 并旋转至LED灯电率 再将飞机复直抬起 继续旋转至LED灯闪烁 放下飞机 断电 再插上 即完成校准 接着进行电池设置 其电压保护选择悬停 一级电压设置成50.4伏 二级电压设置成49伏 测量电压设置成之前测量的50.5伏 进行通法设置 断药保护行为设置为悬停 作业模式选择单水泵并保存 飞行参数可不调整 拓展的快也可不调整 第六步 输入密码进行高级设置 点击安装设置 我们飞控安装位置都在正中间 所以位置无需调整 若飞控安装在机身的其他位置 则需测量 以机口所在位置为X轴 横轴为Y轴 竖直方向为Z轴 使用尺子 测量距离 并潜入遥控器中 飞行通道设置 第二档设置为手动作业 第三档设置为AB作业 设置完之后进行多档测试 选择飞机机型 E626P为6轴X字型 选择后点击保存 设置感度 基础感度 补取并保存 最后 关于地图类型设置 国内选择高格地图 国外选择谷歌地图 调控器类型选择H12 这样 飞供就潮湿完毕了 喷洒调室 干电后 展开机壁 再通电 网药箱中 倒入适量水 进行喷洒测试试 先排空 喷涂中的空气 再拧紧 可见喷洒正常 实飞测试 放开电源 将档液置于动力之上 并拧紧额 注意区分 CCW档液 对应CCW电机 CW档液 对应CCW电机 连接电源 进行动力测试 内巴解锁 开启动力 操控右摇杆 往左拨 左边三个电机 停止旋转 往右拨 右边三个电机 停止旋转 往前拨 前面两个电机 停止旋转 往后拨 后面两个电机 停止旋转 动力测试完毕后 左摇杆往上拨 飞机起飞 通过前后左右 互动摇杆 进行飞机试飞 再点击A按钮 进行喷散 可见飞机可正常使用 最后 左摇杆向下拨 飞机降落 这样 一台完整的 农业值宝无人机 就安装完毕了